全體委員一致無意義通過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是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那其實主要的理由 是 婦聯會的人事財務業務 曾經被國民黨實質控制 且位以相當對價轉讓 依照檔產條例的規定 我們處分書送達以後 四個月以內婦聯會有義務 向本會申報財產 如果他預期沒有申報 可以處一百萬以上 五百萬以下的罰款 那每慢十天的暗示連續處罰 那麼他應該申報的財產 如果經本會調查認定 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隱匿 遺漏或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說明 該財產就會被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 移轉為國有 所以這邊要特別請婦聯會 要特別注意到這個規定 請他們如實申報他的財產 如果沒有申報或者申報不實 那麼相關的法律效果最嚴重就是直接移轉為國有 那麼另外大家有關心到婦聯會現有的資產 是不是立刻被凍結 我的答案是原則上他就是立即被凍結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黨產會認定中東公司 是中國國民黨的負水組織的潛力 就是他們除了他有履行法定義務或有其他正當理由 那他可以去做 但是一定要報本會來備查 那麼有其他資金動用或財產處分的需要 那必須要依照本會公布的許可要件辦法向本會來申請動用 換句話講他全部的資產現在他幾乎是不能自主運用 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必須要告知我們或得到我們的同意跟許可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法律效果